我切的是昨天我在我们家小区附近那个市场买的牛肉 嗨 大家好 我是木子阿姨 看看这满满的大杯咖啡 热气腾腾 香气涂鼻呀 哎呀 因为昨天是星期天 回家干太多的活 累了 啊 能不麻烦就不麻烦 充黑咖啡粉 还要加蜂蜜 还是有点麻烦 在评论区里有这样一条评论 你婆婆还不如你家的猫 当我看到这条评论的时候 我真的是一头雾水 猫和婆婆又搅在一起了 您说我能不懵吗 跟您说啊 若不是奇他公跟我说呀 他妈有病住院了 婆婆二字在我的人生当中 根本就没有印象 婆婆二字跟我真的是毫无关系 婆婆二字跟我真的是搭不上边 我就奇了怪了 奇他公他妈有病住个院 这家伙哈 我这又有婆婆了 这婆婆又冒出来了 我又成了他家的儿媳妇了 我也能谈上什么孝顺不孝顺了 这都是哪嘎跟哪嘎呀 能不能不要把我跟他家扯到一起好吗 我做视频开始 我就是本着分享我的婚姻 分享我的家庭 分享我的情感感握 稍败着分享我的生活 所以我最初做视频讲的 就是我跟我其他公之间的事 我一开始就声明 我跟我其他公的婚姻 是三偶式婚姻 在这里啊 我怕有的人听不懂 什么叫三偶式婚姻 我给解释一下啊 三偶式婚姻 也就是名存实亡的婚姻 听懂了 我不是因为奇他公 有病住院之后 我才分享我的婚姻啊 说我跟我其他公是三偶式婚姻 是名存实亡的婚姻 我一直都在说 我的婚姻是三偶式婚姻 三偶式婚姻 名存实亡的婚姻 方方面面 为了孩子 我坚持到现在 为什么我按事实分享了 我其他公他妈有病住院了之后 我就出来婆婆了呢 我就成了他家的人了呢 好像弄得我跟他家 一直都是由礼善往来 相处的不错似的 好像我跟其他公的婚姻 很幸福似的 特别是这条评论啊 他说你婆婆还不如你家的猫 我真不知道你的内心是什么样的世界 你怎么能把其他公他妈 跟我家的猫相提并论呢 这里你既然说这只猫是我家的猫 那么在这个视频 我告诉您 这只猫 它不是我家的猫 不是我养的 也不是我女儿养的 是其他公弄回来的 这只来路不明的猫 它就是其他公外面情人的猫 懂吗 这不是我家的猫 是其他公他妈养了好儿子的 外面情人的猫 带回家了 关于其他公带过来的这只猫 当时我是很纠结的 我发视频也说了 我应该造物其他公带过来的 这只来路不明的猫吗 当时评论区的留言 80%到99.999%都说 您心养好 您大人有大量 您收养这只猫吧 猫是无辜的 这只猫是很可怜的 好心有好抱啊 求您好好善待这只猫啊 看到这些评论 给我带来的心理压力太大了 你说我不养吗 好像我是一个大恶人 对小动物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让粉丝们很失望 你说我养吧 我确实是不想养 因为它太麻烦了 又要给它捡猫死 还要给它剿指甲 还要给它洗澡 哎呀那事儿就多了去了 家里头飞的都是猫毛 我真的不喜欢动物 但是再三的想来想去 算了 这只猫它毕竟还是一个生命 确实就像粉丝朋友说的那样 猫是无辜的啊 方方面面考虑 这只猫我必须要管 既然要管 那就尽心尽力的去管呗 没想到奇葩公 它86岁的老妈有病住院了 这只猫还能跟它妈 又弄到一起了 这人和猫还相提并论了 你们说我冤不冤 这只猫是奇葩公带出来的 来路不明的猫 也就是奇葩公外面情人的猫 老太太是奇葩公他妈 你说这猫和老太太跟我有半点关系吗 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吗 这奇葩公他妈有病住院了 就揪住我不放了 这我也有婆婆了 咱看视频能不能不断章取义呢 咱想看 咱能不能从头翻一翻 看一看我跟奇葩公之间的婚姻 看看我跟奇葩公之间的关系 看看我跟奇葩公他们家之间的关系 是怎么回事 然后你再发言 你说奇葩公他妈有病 他带着他的私房钱 回家该照顾就照顾 该尽孝就尽孝 家里有我顶着 这不是挺好吗 还想让我怎么样呢 难道孩子的学不上了 我们一起都赶过去 虚情假意的 哭天豪地的 过去伺候 奇葩公也不可能让我去的 因为奇葩公他有他的小心眼 他会借着这个事 他还会去别的地方去溜达 去会那些什么老情人的 这些事你知道吗 就是我想去奇葩公 他也不会让我去的 就算孩子不上学了 我要跟他一起去 他也不会让去的 所以您呢就不要操那个心了 最后讲一个 含有人生哲理的小故事吧 有一个老头住在猫楼上 到集市上去赶集 旁边看到的人说 看着老爷子 心太狠了 就不能下来吗 就非要骑在鱼身上吗 鱼多累呀 老头听了这话 马上就下来 牵着鱼往前走 走了一会儿 老头又听见有人议论说 这老头真愚蠢 为什么有鱼不骑 却牵着它走 这样不累吗 听到这样的议论 老头子很为难 他不知道到底是应该 骑着驴走好呢 还是牵着驴走好呢 就像我一样 奇葩公拿回来的这只 来路不明的猫 我到底是养好还是不养呢 奇葩公他妈有病住院 我到底是带着孩子和猫 一起去看望呢 还是留在家里 照顾猫和孩子呢 下个视频见 拜拜 小宝 还差五分钟 就是八点半 我想给你炒个菜 哎呀 咱们九点就走 就差半个小时 也有点不感烫 还得吃饭 做了 我想给你炒个菜 现在我一想不炒了 怕不敢烫 我不是那个熬的猪皮豆吗 我切一点 还有点剩菜 我煮的鸡蛋 做的大米粥 热的馒头 咱俩吃一会 咱俩快走吧 因为钢琴老师很守时的 别去晚了 行不行 好不好 这是我做的猪皮冻 哇 太好了 漂亮 看我做的猪皮冻 好不好 看Q弹克弹的 切下来点吃吧 切开分四份 这是两份 再对切一下 哎 好了 这是一份 两份 这是我在裴都房做的辣巴蒜 可惜没有香菜呢 要有点香菜就更好吃了 你说什么 吃饭没呀 吃饭吃饭过来吧 快点吃吧 我先吃了 吃完饭 你好装钢琴手包 咱们就走 这刚吃完饭 穿衣服赶紧的走 要去送女儿去学钢琴 在临走之前 我再让你们看一看 我家的垃圾桶 昨天我拎出去了两桶 你们再看看 就这一晚上 我也不知道哪里出来 这么多的垃圾 都看看有什么垃圾 走的时候我烧出去 我不知道你们家 我家一天的垃圾 实在是太多了 这袋我知道 这是燕麦 我今天早上起来做大米粥 我想抓一把 然后我这一看 这里面都坏了 都已经成团了 可能是去年夏天买的 被我扔了 就这刻白色帮 是我今天早上扔的 这一袋子挺多的 可能是这袋 主要是这个 这是什么 萝卜 看不看出来 这是大萝卜 能有个五六个萝卜 都糠了 吃不了了 我必须要扔 其他工具说 我愿意扔东西 那你们说这燕麦和萝卜 你们说不该扔吗 你说都坏了 能吃吗 我正是慢慢的 其他工具在税务局退休了 你说就这刻碗 什么都能捡得吃 我算是糊了 我想来想去 跟原生家庭 绝对是有直接的关系 不让我能为了扔 这个东西 根本它就吃不了 看这一大袋子 这又这么多 郁闷死了 你先走 还是 要不你帮我把垃圾袋里 先走 倒出去 行不行 走吧 谢谢 还是小宝 好啊 这可沉了 这袋 你记死了吗 我记死了 拿吧 反正这个沉 垃圾可多了 扔桶里啊 看看这是过年的时候 奇葩工贴的对联 看你们 我都说了 他干活不行 他就不愿意听 还骂了我一句 当时 我说你贴结实了 给他贴正了 你看到底是又掉了吧 这次是他第二次改的 把这个对联 从这个门上栽下来 贴到墙上 是粉丝朋友们的建议 他非要他来贴 我说我不用他吗 怕他贴不住 他非要贴 看怎么样 又掉了吧 哎 生活像一团忙 那也是马上凝成的花 那也是马上凝成的花 你再从墨上 这迟到了 把这个拿着 你这起个大早 它迟到了 笑死我 可不是怎么的 你说我又捡了一遍对联 你爸贴 那个对联又掉了 可真是仇人 专心开车了 我吹过你 吹过的风 这算不算相拥 我走过你 走过的路 这算不算相逢 我还是那么幸运 我还能够 你怎么回事 我才给你 Stanley 你好 我烦 没说